腾讯体育8月4日选,2018年CBA夏季联赛季海峡两岸长三角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,简称长三角挑战赛,进入小组赛最后一月的较量,在B组争夺二三名的比赛中,同期队齐15比62战胜北空, 取得小组第二,将与A组第二广上争夺季军,郭一飞本场比赛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,还抢下了11个篮板,成为球队获胜的首要功臣,他的三分球表演更是让球迷艳象深刻,在上赛季的CBA联赛开始前,很多球迷或许还会对郭一飞这个名字感到陌生, 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球员,此前很少出现在球迷的视野中,不过在上赛季郭一飞完成了蜕变,他打出了场均10分3.8个篮板的不俗表现,并且场均以40%的投篮命中率,投进1.8G三分球,成为了球队一名可靠的外线球员, 他屡次用精准的三分球拯救球队的表现,让球迷记住了这个有些腼腆的小伙子,本场比赛,如果说郭一飞在首节的表现,还显得有些不温不火的话,那么从第二节比赛开始,郭一飞就开始了自己的三分球表演, 次节比赛刚刚开始,郭一飞就在三分线外手起刀落,整个动作干净利落,皮球也应伸入网,在下一回合的进攻中,郭一飞再次祭出三分杀气,这一次他在右翼阶的队友传球之后从容出手, 舒展潇洒的出手动作宛如张公射日一般,皮球也在空中,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后落,入球网,这两季连续的三分似乎,也激发了同系队的投篮手感, 同系队全面开花,带着五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,与大多数的外线角色球员稳定的输出火力不同,郭一飞的三分球往往能为球队选中送叹, 很多时候甚至能起到决定比赛进程的作用,在上赛季同系队战胜劲与辽宁队的比赛中, 郭一飞就曾经在单节救命中五季三分,爆炸八个三分球爆炸能力令人咋舌, 如果说上半场郭一飞的两季三分是为领先的球队锦上添花的话,下半场郭一飞则化身及时雨,为球队力挽狂拦。 第三届比赛开始后,同系队在进攻端突然压火,多次投篮不中, 北控队趁机将比分反超,这时又是郭一飞把刀诛伤, 尽管在第二届连续进了两季三分之后,北控队对他的防守丝毫不敢放松, 不过火力全开的郭一飞此时已经不可阻挡,防守横,我的投篮更横, 只见郭一飞距离三分线还有一步就从荣出手,踢球文文落入球网。 同系队也再次夺回领先优势,领一边北控队许孟军在三分线外同样命中后, 已经烧红了眼的郭一飞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投篮武器库, 这一次他用一季中距离翘头给予了回应,连续无解的投篮表演,也打得北控队毫无脾气。 全场比赛,郭一飞贡献了全场最高的19分,其中有12分来自于三分球,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0%,每当他在三分线外拿球时, 北控队的外线,防守都如同金弓之鸟,而郭一飞也不负众望, 用一次次精准的三分球带领球队取胜,从球队的边缘球员的最可靠的外线火力点, 一步步走到中心,其中的努力只有郭一飞自己知道, 天助自助者这句话,终究是十分灵验的, 林载C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堆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在拍摄 Gospel settings,